小路找人修好了 那乖我了 是不是很好看啊 戴在你手上有点大 现在就实行女生戴男表 很酷啊 你喜欢就好 这个不是你送了一道歉的礼物吗 我当然得收下了 喂 你妈妈打来的 我看手机上有我妈打来的一切电话 是你借的吧 他说什么了 没什么 就问了一下你认为答辩的事 吴言 你有没有什么事 想要告诉我 嗯 应该 没有吧 啊 对 我之前看你家这宝贝钢琴 弹得不耐烦的时候 我踹了两脚 是吗 我当时是很害怕来着 但是后来我一想啊 这宝贝钢琴 怎么着也不能由我重要吧 对不对 吴言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认真地问过你 你到底介不介意我的眼睛吗 我反而很羡慕你呢 我反而很羡慕你呢 因为你有一双 还没有被不得不看到的事情 所沾染的眼睛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眼睛 聂琴 我好像也没有认真地问过 你到底为什么想要做咨询人啊 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有呀 虽然我看不清这个世界 但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 算起来 也是一种报仇 骗人 你才舍不得呢 是吗 没什么 就是觉得 这种报仇的方式也太酷了吧 让我来学习一下 大家看 不愿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样弹的话 节奏会错的 我不是教过你吗 手指要像握鸡蛋一样 等一下 我们先不要抠这个了 一般人学这个曲子的话 需要学多久啊 每个人天赋不同 有的人三年 有的人可能几天就醒了 那我呢 我呢 这个不好说 那不要学了 主要是你好像叫得很痛苦 不及桑小姐学的痛苦 这 本来想在最后一节课上面 给学生们露一首 然后华丽地告别 他们 这个 亲爱 亲爱的 亲爱的